好,大家好,我是雲霸 我現在來測試這個 PSC Note 9的 麥克風收音 然後呢,現在我用的是 內建的麥克風收音 大家聽聽看這樣的效果 好,我現在 準備要接上這個 麥克風 好,大家再接上去之後再來聽聽看 好,我現在接上去之後 大家現在再來聽聽看 這個麥克風的收音效果 好,大家來聽聽看 現在的收音效果如何 人聲是不是比較清楚 那現在外面就是在街道上 所以會有風聲、車聲 那 那接上去 外接麥克風的效果會比較清晰 針對人聲收音的部分會比較清晰 那現在Note 9啊 它直接使用外接的麥克風 因為它有內建3.5的耳機孔 所以我可以使用外接麥克風 那我現在再把麥克風拔下來 大家再來聽聽看 拔下來了 那現在大家來聽聽看 沒有接麥克風的收音效果 應該會非常的明顯 針對我人聲的部分 所以Note 9它有3.5 耳機孔 然後它又是位於跟鏡頭相反的地方 鏡頭在上面 耳機孔在下面 所以它這樣子在拍攝的時候 比較不會遮擋鏡頭 我相信這些都是有經過考兩句設計的 那如果你有在拍片 如果你會使用外接麥克風 Note 9會比較適合用來做外接收音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好 謝謝大家